HOMEWORK BOOK 2 第六课的第一份功课 首先,这一课涉及功等于能量的转换 所以如果你对一个盒子做了正的功 即是用力拉它平衡位移 那盒子会增加机械能 可能是增加动能或地势势能 功的计法是F 即是力乘位移乘cosφ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 如果现在我们说一个物件 当有人扔出去的时候 物件的能量,如果没有能量消息 便会有能量手行 所以由物件有的动能转为地势势能 所以这个圈在扔上去的时候是什么速度呢 就可以为我们评估到它能够去到多高 能够为我们评估它去到多高 这个时候就是说它在低点的时候的动能 就会等于它在高点的时候获得的地势势能 然后这条题目就多了少少的考虑 就是说如果一个过山车 是由一点转到另外一点的时候 它其实本来就是由它的地势势能 转成它的动能 但不是全部的地势势能都转成动能 而有一部分的能量就变成了对抗摩擦力的功 对抗摩擦力的功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物件的地势势能 就会变成它在高点的时候的地势势能 就是在A点的时候的地势势能 就会等于在B点的时候的动能 再加上对抗摩擦力的功 而对抗摩擦力的功的计法就是 摩擦力乘以为二 把数据代入去就可以计算到 第三个部分就是跳水题 跳水题就是当一个运动员 他由A点起跳的时候 他当时在A点 其实是有地势势能 也有动能的 而它去到最低点 即是C点 其实地势势能就会是最低的 然后加上动能 亦是等于0 就是去到C点的时候 能量去到哪里 有地势势能那么低 动能又那么低 其实就是变成了对抗摩擦力的功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如果同学 你看我现在蓝色写的位置 一开始的时候地势势能和动能 去到C点的时候 我们假设它没有地势势能 因为它在最低位 去到B点的时候 我们假设它没有动能 因为停了下来 所以所有的能量 就会变成对抗摩擦力的功 所以为何这里那条的色 就是在A点的GPE 在A点的GPE 就会变成加上KE 就会等于对抗摩擦力的功 就是这样计算的 好了 我们一起看看这一题 这一题 其实我上课的时候讲过一次 就是足球的起跳的时候 A点的时候 因为被运动员踢起它 所以A点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叫做动能 去到X点的时候 去到X点的时候 去到X点 其实我现在挖住A点的动能 就会等于X点的总能量 X点的时候 它去到X点在这里 它又有地势势能 又有动能 所以我们说公式 就会变成KE at A 就会等于X点的时候 既有GPE 亦有KE 然后我们就把数 去代入去 就当在A点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是A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个位置就是KE at A 这个位置就是KE at A 然后就会等于在X点的时候 分别有地势势能 即是MGH 我看回图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MGH M乘以9.81 乘以波当时的高度距离龙门 H就代2米 而在X的位置 因为速度是17 扔到这里的时候 速度是17 所以我们代回公式的时候 M就会弱了 V2次 就会等于 2乘以164.12 所以V就会等于 18.1 M-1 其实这里是用了 能量的手行 2012年的DSE的题目 然后 2013年 这一题的题目 就是那颗子弹 它在离开枪的时候 它当时的速度是400 它因为进入了一块木板 因为它进入了一块木板 木板的厚度就是6cm 即是0.06米 而它的速度就跌了 跌到只有250 那么它就问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请问木板 给了子弹的阻力是多少呢 现在就是计算木板作用 在它的阻力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就是这个子弹 对于子弹做了一个负的弓 这个负的弓 我们就说会用力乘以位移 所以负FR 这个就是磨擦力 乘以木板的厚度就是6cm 这个6cm 6cm 即是0.06米 就会等于动能的失去 动能的失去 就是后期的动能 减前期的动能 于是我们就把数带回来的时候 那个F 乘以 磨擦力乘以0.06 就会等于2分之1m 那M 那M抽出来 即2分1和M抽出来之后 那M是50克 所以是50除1000 而中速是250 即V是250 初速是400 所以算出来的磨擦力就是40625牛敦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这一题 第26题 就是说 这个图显示一个游乐场里面一项的游戏 蓝鞋用一个铁锤去击打木板 金属柱便向上弹起 如果金属柱能够将个钟敲响的话 金属柱便会胜出这个游戏 而金属柱的质量就是1kg 即是说这一块 它想升上去的物件就是1kg 它的黑道与黑道板之间的磨擦力 即升上去的时候原来是有一个磨擦力的 即是升上去的时候 除了要增加地势细能 还要对抗磨擦力的功 才可以升上去到一个钟 即是说 第一件事 我们就说 首先 就是 除 这个 我们说 蓝鞋击打木板 金属柱便开始弹起身了 即是说 金属柱一开始的时候 初速是4 初速是4 那么 我们说 最初的动能是A1 我们计算动能 就是用2分之1mv2次方 所以就是2分之1乘以1kg乘以4的2次方 所以这个就是8招耳 如果我们说 它金属柱最高可以到达什么高度 我们就说 如果现在它在这里叫A点 它上到最高点叫B点 上到最高点的速度就是0 即是说 它A点有的能量 就变成B点有的能量 再加对抗摩擦力的功 即浪费了 即是它开始的时候的能量 然后就转换 有些就成功转换了做B 有些就 这个就是对抗摩擦力的功 Fs 对抗摩擦力的功 好 于是我们说A点的能量就是2分之1 刚才就是2分之1乘以1乘以4的2次 就是刚才算到8兆 上到最高的时候就是1乘以9.81乘以高度 它可以到达的高度 假设它能够到达高度 不知道能够到达高度 接着呢 还有就是对抗摩擦力的功 根据题目所说 摩擦力就是5牛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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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摩擦力是5乘以H 所以整条式会变成8等于9.8H加5H 即是14.8H 所以H就是8除以14.8 等于0.0.54054 即是0.541米 这个高度能够升到上去 就是0.541米 因为他说 因为他现在说 如果用这个速度打下去 它弹起的速度 即是金属中如果弹起的速度只有4 它就只能够跳升到0.541米 就是0.5米 就上不了 它敲不了个中的 因为他说 中在金属柱上方的3米 要胜出这个比赛 金属柱的初速 即是说 你要什么速度弹起 才能够上到 那个碰到最顶 那我们其实就是 将这个A2那段 将它再做多一次 不过呢 我们就说 你换一个更加高的速度 你换一个更加高的速度 就是 你换一个更加高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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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会变成 A点的动能 就会等于 B点的地势势能 再加对抗摩擦力的功 所以 就会是 2分之1 乘以1 乘以U的二次 就会等于 1乘以9.8 1乘以3 因为它上升到上沙迷 就再加对抗摩擦力的功 就是5乘以3 摩擦力就是5 高度就是3 所以 这里就会变成 14.8 乘以3 等好的右手边 就会是44.4 即是2分之1 U二次就是44.4 所以 U 就会是 开方 9.42 MS-1 即是 如果你能够有这个初速的话 你就能够 金属柱可以打到那个钟 接着 我们说 试举出两个方法 去令到参加者更加难胜出这个游戏 最容易想的 即是它打不到那个钟 打不到那个钟 就很容易理解 第一就是把钟放高一点 那你把钟越放得高 那它就是要越高的初速 才能够扔到上去 那你能够凭一个锤子打下去 打到它 可以那个杠杆 令到金属柱上得那么高 就难了 即是放高一点 因为这样 它的地势细能就会比较高 那你看之前的公式 就是 如果地势细能高 那你的KE U就要高 就会难度高一点 那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第二个方法 因为你看到 除了那个地势细能 即GPE之外 还有一个叫FS 如果你是加大黑导板的摩擦力 那它就会浪费多一点能量 那又是难一点上去 所以另一个方法呢 就是加大黑导板的摩擦力 那全部都不是乱猜出来的 全部都是由之前的公式得出来的 就是我们知道如果越难 其实就是需要 要么就是GPE高 即是那个中的GPE高 要么就是对抗摩擦力的功要多 那就会是难的了 所以就有两个答案 OK 好 那接着这一题呢 同学 我们就 看看这一个位 看看这一个位 我们一起看看 这里 有一个工人 就将货物搬上货车 如途N所示 他将一个30kg的盒 就尝试推上去货车那里 他就说斜板的整个的长度 就是这一节的长度 就是这一节的长度 就是上到这里 就是3米 上到这里就是3米 好了 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 箱到达的进头的时候 工人对箱所作的工是多少 这里是有两个方法去做的 第一 我们可以 方法一 我们可以用工 是等于力 乘以为二 那你就要计一计 你出的力 要是多大才可以推上去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而第二个方法呢 也都可以想成就是 其实他需要作的工 其实就是等于箱的KE 获得的KE 因为作工最终是会变成 一个盒的机械能 那就再加上对抗摩擦力的工 对抗摩擦力的工 于是我们的箱上到去得到的动能 或者地势势能 对着不是动能 是地势势能 就是箱能够上到去 而得到的地势势能 再加上对抗摩擦力的工 所以箱得到的地势势能 就是等于MGH 再加摩擦力乘以为2 M是30 G是9.81 如果我们看看 这个三角形 如果斜面 即是红色的边 是3 高度 应该是3乘以20 再加摩擦力是80 加80 就乘以路的长度是3米 所以这个 就会是30乘以9.81 乘以3乘以20 再加240 所以就是等于541.96 三位有效 即是542的招移 这个就是它作的功 B part B part 就是过程中 双子的动能和细能 总共增加了多少 是3米 是5米 是5米 就像下 1米 2米 1米 2米 5米 3米 2米 1米 2米 2米 1米 1米 2米 2米 b N B part 公 Y 刚才说过,就等于地势细能的上升 再加对抗磨擦力的功 我们就当动能可以不理 因为它没有提示什么速度 所以我们就只当它增加了动能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当它是30乘9.81乘以3傻20度 答案应该是30乘9.81乘以3傻20 删决户 就会是301.969 即是302的租 接下来到第C 提及A和B的答案 很明显,它增加的机械能只有302 但作功就要542 所以C部分就要答不相同 C部分就要答不相同 理由就是因为对抗磨擦力的功 因有对抗磨擦力的功 即是Work Done Against Fiction 是拿不回的 即是会变成一条路纯粹的路热了 就不会变成有用的机械能 可以吗? 英文这里是Work Done Against Fiction 最后就是为什么箱子要推上斜板 而不是垂直地拿起 同学这个我们就知道 通常这些就叫做等于运用的机械 即是说如果你是这样推的时候 你虽然你走的长度就要走3米 即是你推就要推3米 但是你出的力就是 同学,如果你是直接升上去 同学,看一看这个位 如果你直接升上去 蓝色圈圈圈的位 的话 三乘以浪费20 即是说你只需要升高1.03米 但是如果你是升高1.03米 你出的力就要等于箱的重量 即是说30乘9.81 那么30乘9.81就是需要 294.3米 即是你需要出的力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你推上去的话 你出的力是会比较小 但是你的付出就是要走远一点的距离 所以这里我们就说 因为如果直接升起 是垂直升起 是需要较大的私力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个位 好,在这儿 我现在一边 说到这个位置 来